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五十元就有T送,又有節目看 三個月可以喝重溫 沒錯,所以大家記住,如果想搗鱷魚米的話 記得訂閱到這個節目,會洩死它 T送在外面很便宜,也有幾十元件 還有這個真的不要說賣花賺花去 事實上那個質地是不錯,挺身一點點 我先看看這件,這件真的要看看 這件是香港人T 沒錯 這件真的有興趣的 抵訂啊 又可以多看泰國的東西,又有新衣服滿 挺好的 還有月早訂可以選擇尺寸 例如你要XXL的,或者你要中馬的 這些是extreme的尺寸 早買就早享受 好像賈貓獎這些新型都有 有啊有,絕對有 快點啊 事不宜遲,我們快說一下 早幾集之前,我們都經常提過 泰國現在好像有些地方 例如東北部 好像沒有雨落 缺水啊,像我的錢包 是啊,我的錢包也是 你那個不是,我的那個是 但是,這些水塘都乾乾了 烈了 那大家怎麼辦呢 早上兩集還叫大家省點水 啊,那就好運 真是福地 剛剛前幾天 泰國天文台說,接下來出1A那張圖 難道是 傾盤 哇,真的有雷暴 天氣圖正常出現出來 哇,有雷暴 有雷暴,但沒有下雨 那又不是,真的有雷暴 有很多雨落 但是呢 雖然下雨 但是呢 但是呢 普遍那個高溫情況 都不會太低的 都仍然呢 是會保持著 37-39度 都是會保持著 在浸著江水 但是呢 有雨落 都會相差很遠 差很遠 好啦 那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不過都是啦 記住吃水 都要 要珍惜吃水的 大家都不要亂浪費 不只是泰國 香港也是 好啦,講一下一件挺有趣的事 我覺得 出2A那張圖 2A這張圖 發生什麼事呢 就看到一個 賣女 有一個官員 有泰國的官員 遞了一張圖 那張圖可能是蒙 比較看不清楚 似身份證 是的 是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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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呢 話說 這位明顯是穿著校服的女學生 是女學生 是女學生 話說他在學校的成績非常出眾 出雷拔帥 大概是頭一 尖指 他就被一些外國的機構 學校都選中了他 代表 學校甚至泰國 就去美國那裡比賽一些 例如奧林攀那些比賽 厲害 厲害 我不太懂得說怎樣 但是他的比賽是關於環保的議題 代表出 但是很不幸地 就是因為他原來沒有護照 不能夠出境 那他怎樣能夠在泰國生存呢 當然他有其他方法可以在這裡讀書 但是他最主要是沒有護照 所以出不了 因為泰國不跟我們香港說 拿過身份證 拆了出 打字幕出 不是的 他都要拿護照 他們出不了 也入不了 所以這件事 公佈了之後 學校方面 很多人都幫忙 看看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到這位女學生 到很多廣泛的報導之後 政府人員都知道了 這個女學生是值得幫助 所以到最後 這個女學生 就給政府那邊 是頒了一個國民身份給他 因為原因就是 因為真的覺得 不想浪費了這個女生的天資 而且覺得他參加這個比賽 無論得仗與否 都能夠為泰國爭光 所以覺得 沒所謂 頒了一個國民身份給他 你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但是好像反 我都覺得奇怪 但是鼓勵了我這些 我又認為自己很聰明 我偷渡去泰國之後 我攪談聰明的東西出來 我又可以拿個戶籍 可以這樣說嗎 鼓勵了我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有 我不是說鼓勵大家這樣做 但是有時候有些東西 有著情權的 如果你真的有些東西 是很聰明的話 我覺得全世界地方都會歡迎你 是很聰明的 是不是 好了 先談一下 說完這件事之後 我不是鼓勵大家 如其鞠躲到 不過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值得大家去看 擺在眼前的 真的厲害 而且他去到美國比賽 這件事 連政府都覺得 他絕對是為國爭光 好了 說回一些民生的事情 原來 香港說了很久 有些垃圾經費也好 有些垃圾分類也好 其實泰國也有 泰國 我印象中泰國好像沒有什麼垃圾桶 跟台灣一樣 是啊 因為我自己也有時候 發現到一件事 就是泰國 你說泰國其實 不是啊 你看到後巷 一袋二袋垃圾 又很髒 但是你會發現到 好像真的不太過垃圾桶 沒有什麼垃圾桶 我記得 其實有些地方 他們定時間會有垃圾車 去車走那些垃圾 但是其實每一戶 其實他們是有垃圾經費的 垃圾經費 垃圾經費 其實他們是 如果每天 你的垃圾 是20公升以下的話 包括你其他垃圾桶 廚餘也好 每一戶 每一戶 每月要給40匹 不是很多 40匹 但是接下來會加價 可能加到80匹 一戶 當然來說 對於一般的家庭 80匹 也都不是一個 不是什麼問題 但是始終環保 這件事 全世界都在說 垃圾分類 或者源頭減費 這些東西 香港也在說 所以大家如果去泰國的話 就算在酒店也好 尤其是在酒店裡 你買很多食物 或者包裝紙 全部都在垃圾桶 我們現在在泰國買東西 包餅 我想全開 我只會拿餅乾 那些袋子麻煩幫我出來 這個是的 其實我們之前都說過 比如 B&K48和Body Slam 他們都幫71買了廣告 就說 我們現在開始推廣 不要膠袋 麥拉和Past the Club 這個其實在泰國的七仔來講 這個意義都很大 因為如果你不要膠袋 之後 七十一省的錢 是會捐給醫院的 有些醫院可以幫他們買一些儀器 或者救一些比較低下階層的病人 這個其實非常有意義 我覺得大家很簡單 你不要膠袋 或者是一些分類 其實真的很簡單 大家去泰國不妨試一下多些 還有不要要那麼多膠袋 這就是要習慣的 沒錯 講習慣來講 也講講另一件事 出4A那張圖 4A那張圖 就看到有個洋鬼子過關 這裏是甚麼事呢 這裏是個布吉基場 如果大家有去開 留意到 如果你拿特區護照 在泰國 現在就有些醫道給大家 拿個護照 過關就搞定了 但如果不是一些 譬如新加坡 或特區護照 你要排隊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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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會看一看你的樣子 看一看 嗯 嗯 好 不像你 麻煩在那裏 對 但現在來講 布吉就先行一件事 就是生物辨識系統通關 這個就是 你過關的時候 你遞完我的護照給他 看一看鏡頭 先拍一下你的樣子 再打指紋 這個其實就是 對於防止一些偽造護照 都頗有效的 因為你指紋 你獨一無二 你有沒有過不了關 我一定過不了關 你肥那麼多 那我指紋沒有轉 肥豬不可以亂入 我又不會的 不然我們走得正 這個布吉的機場 就會開始走 到年尾 就很大機會 全國 全泰國的機場 都會走 如果 譬如你不是用特區護照 而是用其他護照 那就要留意了 記住 擦乾淨的手指 不要那麼骯髒 以及看鏡頭 不要亂擦 這些社會的新聞 先講到這麼多 因為時間關係 講得不太多 盡量講 先講一些娛樂 要快 你最喜歡的 好 最後一張圖 BLACKPINK 是韓國女團 但裡面有個泰國人 叫Lisa BLACKPINK 在韓國已經紅到七彩 而且她剛剛那首新歌 Cue My Love 是韓國 和泰國 Cue This Love Cue This Love Cue This Love 這首歌 熱潮令到泰國 很多人瘋狂 跟著Cue This Love 的舞步來跳 放上Youtube給大家看 接下來 BLACKPINK 在6月8日 會在澳門 金光中藝館 有個演唱會 其實在4月尾的時候 已經開始發售 不過我相信現在 我再看 都買到的 不過全部加一個零島 是的 你是買到的 如果你在官方上 已經是沒有了 甚至乎香港 那邊有些 譬如Package 有些船飛加 演唱會飛的那些 沒有了 不用了 我上網看過一下 黃牛黨一定有 如果大家還想看的話 試一下上網 丟一下 我就未必 怎麼交換 黃牛就交換 我就不知道怎麼交換 交換不到 真的交換不到 因為價錢真的嚇死人了 不要緊 如果大家喜歡 多少錢都不會省 什麼意思 20萬你就看 這個一定不可能 但當然 BLACKPINK 其實在1月的時候 也是香港開過的演唱會 可能有很多朋友看過 今次會不會 過一個海再看多一場 大家儘管看看吧 我去澳門看別的東西 我去澳門看別的東西 我都是給那個價錢 我去澳門看別的東西 真的不知道 好了 那 澳門 不是去澳門的東西 香港當然可以看到很多泰國演唱會 其實接下來香港 有幾套 其實有很多泰國的戲 會在香港上 停了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沒有 有一段時間是經常有的 現在5月開始 打後幾個月都有幾套 而且在泰國是非常收得的 5A那張 剛才出了一張 6A那張 泰國很收得 很收得 即是上了很久 在泰國其實去年已經上了 現在才排到現在上 本身這部電影 在上個月我看到 還在5月9日上畫 但前幾天前我看到 9日還未上 原來改了16日 《非人類之吻》 這部電影 看到最賣撞的鬼怪愛情片 大家還看到頭髮飛出來 飛頭降 大家會看到畫面好像很恐怖 但是有些人在泰國看了 我說 你不要用那個角度去看 你不要當鬼怪 你用愛情片角度去看 你知不知道《非頭降》 類似是這樣的 但相傳《非頭降》 他下面那些鬍子會卡住 然後就會晒死他 是的 而且他在說這個 就是那些《非頭鬼》 即是半夜三更 那時候 其實不是鬼 他是《鋼頭師》 我猜是 其實是一個愛情故事 只不過他可能是 有些不幸的遭遇 劇情是怎樣 因為我都未看 我想劇透是劇透不到 如果上網劇透到 如果上了整年 如果大家有空路看 一些非法網站 可能是可以看的 當然我不需要大家 入戲院看最好 很開心 《非人類之吻》 16號上了 現在16號 還有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 我也說了很多個月 就是7A那張圖 香港就譯了 女霸女神兵團 Fan Zone 台灣就譯了 《限時好友》 名字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限時好友》 《限時好友》 《PTF》 不是那些 其實廣東話 《去白女神兵團》 也是在說一些收兵的事情 當然 主角平彩拿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員 因為平彩拿本身也是一個很紅的人 而且他在這幾年 電影、電視都有很多的演出 大家經常性都可以看到 《限時好友》 而且再下一張 我看到這個鏡頭 這個鏡頭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香港》 對 因為這部電影 是有在香港的取景 甚至乎 你看到 它是用了一些危紅燈 《龍城》 它會不會是九龍城來的 《九龍城》 好像是旺角來的 《旺角》 因為這些招牌 其實這些招牌 在外國是很有名的 甚至乎 我只是說泰國 很多泰國人 就算不懂中文字 都特意來香港拍這些招牌 照片是很漂亮的 但我們生活在香港 這些招牌全都會搗頭 我拿回遮掩也不行 一下雨我就會生氣 而且還會拿來 在一部電影中的其中一個元素 很厲害的 但不倒閉 其實很危險 他知不知道會倒閉 有沒有看過 有看過山竹那時候的照片 他們真的未必知道 他們真的搞不定 下七絲慢慢下 其實較早之前 早幾天 香港也進行了首映禮 《平彩蘭》 也有來香港做電影的宣傳 這部電影其實是說 男女主角 其實在讀書的時候已經認識 但是男主角 他是其中一個男主角 不是泰國人來的 泰國人來的 挺英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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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最主要的 就是 第一男主角 我這樣說 這次就沒有來到 這次是第二個 就是三國關係 這個就是一個導演 這部電影 就是說 平彩蘭在這部電影 就派好人卡 但是又覺得 哎呀 我又怕沒有了你 那怎麼辦呢 經常做些屁股事 就吵吵吵吵 但是那個男主角又受 當然到最後發生了什麼事 八個字 就是 叫做 氣中有笑 笑中有淚 那 剛才那一部 我有點興趣 這部電影 是怎樣 都是16日 就有得上了 如果大家看了 不妨給一些意見 不知道 唯有泰國人看《Avanger》 你現在這張照片 沒錯 平彩蘭 接下來這個月在香港 這一部電影就上了 但其實在泰國來說 唯有那部神劇 也在五月正式上畫 那麼 8A那張圖 這一張圖 未必大家會知道 發生什麼事了 那麼 看到也有很多 有 有 現在泰國人的樣子 沒有這麼泰國人 確實是 你說的 我也覺得是 真的 不是很 有些韓國的感覺 你覺不覺得 偏偏的 想踩那條線 日韓不是 尤其是 右上角 那個男主角 Push 其實都很出名 而且很高大 很英俊 英俊 好了 這部電影是 泰國的神劇 其實在幾個月前 已經有報章 香港的報章有報導過 但一直不知道什麼時候上 好了 下一張 這一張 大家會有些印象 在 溫三十一台 叫做 溫三十一台 這是什麼台 那邊 那邊泰國的電視台 在五月 即這個月 應該在月尾 或者月中 正式出門 這套也是重點劇 由於宣傳 主題曲 說了很多很多 宣傳了很多 那 這套劇 暫時 也很難 風吹起了樹葉 或者催落的樹葉 希望會遇到某些事件 要重拍 應該也不會 那也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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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疼他 很疼他 他又覺得 我真的覺得 要 多謝他 要感激他 那開始 覺得 那種感情 變成愛情 他喜歡了柑母 這個橋段是日本那邊 傳過來的 我看過幾套都是這樣的 然後 他覺得 甚至乎 他覺得 我要追求柑母 但是 最後又發現 原來柑母 是真的他老母 不是 是同性戀的 然後 他覺得 我要追求柑母 那時候 我就要變成 變成女人 而女人的角色 就是平彩拿 那不投入 他自己真的去 變性 我就覺得神劇 這件事 嘩 做戲 可以 會出多一點 不過 應該不會 前陣子才結婚 上年 上年年中 我們有說過 結婚了 這套 五月尾 應該會有 一些 feedback 給大家看到 我們繼續跟進 好 這一節先 下一節 帶大家去吃一些高級的食物 好 好 好